美国铁路卡斯卡迪斯路线虽然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自2020年3月起暂停 不过本周却重新恢复载客运行 也就是说如今往返美加两地的列车一共有三条路线 而卡斯卡迪斯正是第二条 至于上一条路线纽约到多伦多的搬车服务则早在2022年6月便已经率先恢复 剩下一条从纽约到蒙特利尔路线现在还不清楚何时才会恢复运行 且影响所及西雅图往返温哥华的路线也将正好赶上加拿大官方宣布 10月1号重开边境且将会完全开放旅客入境限制 包括入境无需戴口罩甚至不用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虽然重启西雅图到温哥华列车 但旅客仍要注意现阶段每天只提供一般往返服务 火车将在早上7点45分从西雅图出发 上午11点45分抵达温哥华 而返回美国的火车将在下午5点45分从温哥华发车 并于晚上10点10分抵达西雅图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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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车